涅槃后去哪里?是死绝了还是去了神秘的地方? 这个问题之前讲过 但这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问题 不是讲一次,一个角度就能听懂的 看,它又来了 大家好,我是你好阿涵 只跟您说不忽悠可实践的真年名相 可以解忧,我有阿涵 今天我们讲《杂阿涵卷武》第104经 这篇很重要,也很精彩 瑟利弗状重现江湖 当时有一位比丘名叫夜魔家 他生起错误的邪见,认为 就我了解佛所说的教法 漏进阿罗汉命中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通常说涅槃后不受后友 那是不是真的就死绝了呢? 这是死死无忌之一 老师对这类问题不做计达 还说不要思考这样的问题 在《杂阿涵21集》里已经讲过了 当然,这类问题是很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修行的终点是哪里? 是什么感受? 你总要告诉我吧 国印度人对这类问题也非常感兴趣 即使已经明确说这是无忌 老师和各位尊者也经常还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看看瑟利弗是怎么引导的 有众多比丘听到这样的说法后 就来到他的住处 和他确认何时 是不是有这样的观点 叶摩加回答 各位尊者,这的确是我说的 你不要诽谤世尊啊 诽谤世尊是造作不善业 世尊没有这样的说法 你应当完全舍弃这种错误的邪见 但是,叶摩加比丘仍然执着自己的见解 说 各位尊者,我的见解才是真实正确的 其他的都是虚假不识的 双方就这样 反复重申自己的见解三次 大家都自说自话,鸡同鸭讲 比丘们无法说服叶摩加 就离开前往瑟利弗尊者的住处 因为这是上手弟子 又是弟子中智慧第一 他们向射利弗报告了事情的经过 他们说 尊者呀 我们再三地劝告他 可是他仍不愿舍弃错误的邪见 所以我们现在来拜访您 希望尊者您能怜悯夜魔家比丘鱼吃 劝导让他停止这种错误的邪见 射利弗同意了 大家听到之后都非常欢喜 就各自回去了 大清早 射利弗尊者穿着法衣 拿着波鱼 刀设位成起石 之后又出城回到金色 收拾好衣波 就去拜访夜魔家比丘 夜魔家比丘 远远看见射利弗尊者来访 就为他铺好座位 准备洗胶水 安置好他脚凳 再出来迎接 替他拿着衣波 请他就坐 射利弗尊者就坐 洗完脚后 问你真的说过 就我了解佛所说的教法 漏进阿罗汉命中后 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真的说过这样的说法吗 是的 射利弗尊者 现在夜魔家是第一阶段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我现在问你 你根据自己的想法回答我 夜魔家 你认为色运是常驻不变的呢 还是变化无常的呢 射利弗尊者 是无常的 如果是无常的 那是败坏的吗 是败坏的 如果是无常变异的 败坏的 多温圣弟子会认为色运是我 或者色运是我所有 或者我在色运中 或者色运在我中吗 不会的 射利弗尊者 就像这样 又问了受想行时 是不是我 是不是我所有 我是不是在这些运中 这些运是不是在我中 一共问了五人 这是引导观察了 五运不是我 也不是我所有 我不在五运中 五运也不在我中 我们所说的我 隐含着三个意思 不变的 唯一的 可主宰的 我们说这是我的身体 我的财产 不变的 是指昨天是我的身体 今天还是我的身体 昨天是我的财产 今天还是 这个我是不变的 唯一的 这是我的身体 不是你的 这是我的财产 唯一归属于我 不是你的 可主宰的 这是我的身体 我可以指挥 让身体行驻坐卧 你不行 我可以有种种思考 但这是我的想法 不是你的 我的财产 我可以运用 但你不行 否则不能称为 我的财产 这就是 我们通常认为的我 证明了五运不是我 也不是我所有之后 下面开始观察 漏井阿罗汉 这里是观察如来 如来也是漏井阿罗汉 瑟利弗又接着问 叶末家 你认为 瑟运是如来吗 不是的 尊者 那受想行驶 是如来吗 不是的 尊者 一色有如来耶 这句相应不翻译为 离色有如来耶 去除色运之外 还有如来吗 叶末家 你认为 去除色运之外 还有如来吗 没有 尊者 色运中有如来吗 受想行驶运中 有如来吗 没有 尊者 那色运在如来里吗 受想行驶运在如来里吗 不是的 前面已经证明了 五蕴不是我 这是普遍性的 这里的如来就是师尊 五蕴不是我 那五蕴肯定也不是如来 但离开五蕴又没有一个如来 我们听闻老师讲法 首先需要他讲法 脱离了身体 脱离了语言 脱离了五蕴 你怎么听闻 所以离开五蕴 没有如来 我不在五蕴里面 当然如来 也不在五蕴里面 五蕴不在我里面 当然也不在如来里面 瑟利弗又问 没有色受想行驶运 还有如来吗 这一句 相应不翻译的是 你认为 如来是 无色 无受 无想 无形 无实的吗 不是的 尊者 瑟利弗继续说 就像这样 念慕家 如来所洞见的是 真实的法相 如注于无所得的境界 并没有施舍什么 那你为什么说 就我了解 佛所说的教法 肉进阿罗汉命中后 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正确的吗 不是的 尊者 这句按字面 是这样翻译的 但有点不知所云 参考下相应部的翻译 瑟利弗继续问 这位就在当下 真实的 实际的如来 你都无法得到 无法了知 那你能说 就我了解 佛所说的教法 肉进比丘命中后 就什么都没有了吗 不能 尊者 前面已经认证了 五蕴不是如来 离开五蕴 也没有如来 五蕴不在如来里 如来也不在五蕴里 如来又不是 无色 无想 无形 无实的 对当下的如来 你都无法了解 何况 露灭之后呢 瑟利弗又问 叶摩家 你之前说 就我了解 佛所说的教法 肉进阿罗汉命中后 就什么都没有了 怎么现在又说 这不对了呢 瑟利弗尊者 我之前不了解 而且愚痴 所以才有这样 错误的见解 但听闻您的说法后 所有的不了解 和愚痴 都已经断除了 这是 叶摩家的第二个阶段 瑟利弗通过 一路否定 把叶摩家的 断灭剑打掉 叶摩家现在知道 自己不知道 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 叶摩家 如果再问你 比丘 根据你先前 所说的错误见解 现在你又知道了什么 而那之前的错误见解 和愚痴都断除了 你应该怎么回答呢 瑟利弗尊者 如果有人来问 我会这样回答 漏尽阿罗汉知道 色运都是无常的 无常就是败坏的 既然是败坏的 那就应该选择寂静 清凉 永久灭除 寿 想 行 食运也一样 如果有人来问我 我就这样回答 善哉善哉 叶摩家比丘 你的确应该这样回答 为什么呢 因为漏尽阿罗汉 了知色运是无常的 无常的就是败坏的 如果是无常的 败坏的 那就是生灭法 受想行食也一样 瑟利弗尊者说完这些法 叶摩家比丘就远离成垢 获得法眼清净 瑟利弗尊者继续说 我现在说个比喻 有智慧的人通过比喻 就能了解道理 比如有一位长者 他非常富裕有钱 大量招聘仆人 来守护他的财物 当时有一位仇家恶人 假装来亲近投靠他 做了他的仆人 非常殷勤地伺候他 这位仆人每天晚睡早起 伺候在主人身旁 做事谨慎恭敬 讲话很谦逊 让主人很高兴 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友 儿子看待 非常信任 一点也不怀疑 也不加防范 后来这位仆人找到机会 手持利人 杀害了主人 叶蒙家比丘 你怎么看呢 那位仇家成为长者的亲友 难道不是用种种手段 带着杀心 殷勤的伺候 最终将主人杀害吗 而这位长者 却不知道仆人 想要杀害的心 最终被杀害吗 是的 尊者 你怎么看呢 如果那位长者知道 那位仆人 是假装亲近 而想要杀害他 自己做好防腹 就不会遭受杀害了吧 是的 尊者 就像这样 叶莫家 于此无闻防腹 认为吴曲韵 是缠住不便的 安稳的 不会生病的 是我 是我拥有的 对吴曲韵 种种保护爱惜 可是最后 却被这吴曲韵仇家 所杀害 别以为 瑟利弗 只是在讲大道理 这是在引导 怎么观修 你现在意识到 自己随时会生病吗 自己随时会死吗 你意识到 你随时可能要放射 你手里所有的事业 家庭 财产 妻子 父母 儿女吗 乃至 还来不及 看完这个视频 当然 不是让你不要努力拼搏 也不是说 努力拼搏 没有意义 而是提醒你 你要清醒地认识到 哦 其实这一切 随时都可能落幕的 我准备好接受这一切吗 不一定还能等你圆满 你的遗愿清单哦 每一个人都是这位长者 这位仆人就是吴曲韵 杀害的工具就是 老 病 死 就像那位长者 被假装亲近的仇家 所杀害 而没有察觉 叶末家 多文的圣地指 观察吴曲韵 就像疾病 像浓肿 像毒刺 像杀害 是无常的 败坏的 空的 不是我 也不是我所拥有的 对吴曲韵不执着 不认为这是我和我所拥有的 因为不认为这是我和我所拥有的 所以不会执着 因为不执着 所以自知正得涅槃 我身已尽 放行已立 所作接棒 自知 不是后友 瑟利弗尊者说完教法时 英文家比丘 不起各种烦恼 心得到解脱 瑟利弗尊者继续为他说法 教室 劝导 勉励 赞叹 使欢喜之后 就从座位起来 离开了 帅呆了 这篇很重要 瑟利弗讲解得非常棒 但因为有些地方 翻译得有点深色 在将他有人 有意无意地曲解 现在就有一些不同的解读 有的宗派说这里的 卢来是卢来战 或者是范 这里的意思就变了 一切都离不开范 西生静是广长蛇 三色无非清净生 包括范瓦不二 向由新生 新静则过赌静 这就有后来经典的味道了 但这样的思想 和老师的教法 明显有差别 和奥义书的思想 倒是非常接近 这样的思想 之所以在古印度被推广 包括在中国也深深不息 有很多原因 首先这样的说法 真是太具有诱惑性了 这些文字 你越琢磨就越有味道 而且词句翻译得非常优美 感觉特别高大上 非常能吸引知识分子 比如一切只是梦画 都是虚幻不实的 心如工画师 能画诸世间 五蕴息重生 无法而不造 不不不 不是分动 也不是翻动 是我的心动 这样去观察思维 的确能犯下一些执着 也会有所领悟 不能说这些完全不对 在老师的教法中 有些字句 也有类似的意思 这样去观察思维 的确能更放松 但过于强调 工作的时候 一切都是梦画 回到家的时候 一切都是梦画 啊 这些都是我的心造的 都是我的妄念 也可能像 艳魔家的错误见解 倒向虚无 在中国 很多大家熟知的 斯大夫 都受到这样 教法的影响 像苏氏 白居易 王维等等 你看中国斯大夫 充满了 弹璇 说庙的分器 这些人是 那个时代的 意见领袖 都是顶流大威 第二 一些人对现实生活 感觉无奈 想逃避 想麻醉自己 怎么办呢 唉 心尽则过头尽 我现在这么烦恼 只是我的心 不清净而已 世界本质清净的嘛 一些都是夜的显现嘛 都是我的心的显现嘛 这里就是净土嘛 你真的这样想 真有效果 你不能说没效果 我自己也承认在其中 好多年 这样的思维方式 一旦你进入 就像进入一个 安全的港湾 真的不想再出来 马老师说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但人民需要宗教 希望自己被麻痹 希望自己通过麻痹 来对抗现实的苦难 盗门空间也说 不 现实是梦境 梦境才是他们的现实 正因为无法直面 生活的苦难 才采用这样的方式 逃避现实 第三 有人希望大家被麻痹 希望大家都很温顺 如果没有被麻痹的人 谁又来当低种性人群 谁来干实际的活 你们总闹事 我可受不了 你看 历朝历代 都强调以身似乎 都强调人辱先人 强调抱怨行 这样的故事越早越多 但没人跟你说 老师和瑟利弗他们 是如何和提巴达多斗争的 是如何争取他们的权益的 心境则过头境 就像鸵鸟把头买来沙子里 抗湿安全了 再不行 我们一起祈祷吧 祈祷再没用 哎 这是供业 是我的业不清净 我现在这样是在宵夜 我们接受吧 地球太危险 万一死了 下辈子我们去火星 基本就是这样的套路 种性制度 在印度能延续几千年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中国有多少朝代 就盛行这样的思想 还有其他类似的思想 目的都一样 听话 好管理 还有一些 说招财术的 甚至有招桃花的 之前说过 在这个招牌之下 都是各种镰刀 不是要你的钱 就是要你的身体 老师所讲的叫法 都是很实际 可操作的 真正能导向幸福的 但现在流行的内容 有不少都是吃人的 洗脑的 但终究 是一个怨打 一个怨挨 所以 现在当然了数据分析结果 如果走祈祷呀 走宿命论路线的人和地区 大概率都跟贫穷 穷人 穷家庭 或者穷地区 从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每天都来干什么 你就能知道结果了 所以 你是以警惕的心 直面残酷的生活 以自己为依靠 走向解脱之路 或者 你继续和吴曲韵交朋友 造出一个 抗世安全的港湾 等待吴曲韵 最终 举起他的利刃 路怎么走 由您自己决定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感恩老师 感恩助于阿罗汉 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 愿大家都能不再被吴曲韵欺骗 欢迎大家关注公号 你好阿涵 只跟您讲 不忽悠 可实践的真理冥想 何以解忧 唯有阿涵 欢迎点栏 转发关注充电 欢迎加入频道会员 把视频传播为更多的人 为了您平安吉祥 一切顺利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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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